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中山大学历史系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 先后几次赴中和窑考察 发掘了大量陶瓷标本和印花模具 铜钱等等 考古人员推断 中和窑稍造年代 应在北宋中期至南宋晚期 持续大约有二百多年 从我们科技分析的角度来讲 中和窑原料里面含铝比较高 氧化铝的含量比较高 广西民族大学的汪长明教授 对广西的宋代陶瓷 进行了十多年的实验分析和科学研究 大量实验的数据显示 中和窑是采用窑纸附近 白色细腻的瓷土矿作为质瓷原料 优质的瓷土矿使中和窑瓷胎更加洁白坚硬 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相比同时代的景德镇 还只用单一瓷石做原料 直到原代才在原料中添加高领土 中和窑当地的瓷土原料 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有人说我们的中和窑的产品 是可以和景德镇媲美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科技分析表明 这个完全是有科学依据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和窑的刷子温度 甚至比景德镇还要高 实验测试中 中和窑清白瓷胎质的吸水率 大部分都在0.3%到1.69% 不仅远胜于同时期 永福窑 盐关窑等广西其他窑厂产品 也十分接近于当时景德镇 德化窑等明窑清白瓷器 1%的吸水率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中和窑 它这个吸水率是达到了 或者接近现代日用瓷的一个标准 那么不分瓷器 甚至达到这个现代细瓷器的一个标准 说明是咱们宋代中和窑这个窑工 刷子技术水平是比较高超的 精确的科学实验数据 证实了中和窑清白瓷 可媲美景德镇瓷器 并非一句虚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